关注美国国内政治的朋友们也许还记忆犹新 今年2月中旬的一天 美国威斯康星州州议会的大门前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民众 这些民众是来抗议州长斯考特沃克提出的一项法案 就是这条法案诱发了包括公职人员、公会人员和学生数万人 举行了一系列的抗议示威活动 那么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法案会导致民众如此强烈的反对呢 我们来看看记者徐崇伟的报道 2月14号 全球的目光都在关注埃及反政府示威活动的最新发展 因此当消息传出 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首府麦迪逊也出现示威抗议活动时 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两天后 示威人数增加到两万五千人 到2月19号 人群已经增加到七万人左右 老师、公职人员和普通民众等所组成的示威团体 冲入州议会的大楼 并且占据了议会大厅 示威者手举标语 喊着口号 他们是冲着该州的州长思考特沃克而来的 这位刚在1月份宣誓上任的新州长究竟做了什么引发了这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呢 导火线就是预算赤字 戴安娜·保罗是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我们拥有庞大的赤字 不光是联邦政府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是一样 州政府再也无法负担更多的养老计划和健康保险等员工福利开支 为了解决维斯康星州1.37亿美元的巨额预算赤字 沃克提出的财政预算案中 要求公职人员分担更多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费用 美国的公职员工 他们的薪资和福利已经超过了私营机构的员工 目前的状况就像是给纳税人加税 去支付政府员工持续增长的工资和福利 尽管公职员工工会曾经表示 愿意接受分担更多的福利费用 但是谈判最终还是破裂了 主要是因为谈判草案中 一项取消公职人员集体谈判权的条款 维斯康星州在1959年 成为美国第一个为公职人员提供集体谈判权的州 这项法律得以让公职员工工会 能够代表员工和资方集体谈判 大卫·麦德兰是自由派智库 美国进步中心的研究主任 成立工会的本质就是团结起来 能有更大的力量 让你站在一个更平等的谈判地位上 如果失去集体谈判权 那你只是一个孤立的个体 一点力量也没有 但是在美国大多数的州都面临着预算危机的今天 一些人开始质疑公职人员集体谈判权存在的合理性 公职员工为了拿到更高的工资和政府集体谈判 实际上就等于是在跟纳税人谈判 共和党在去年11月中期选举获得压倒性胜利 给一项支持民主党的工会带来极大的压力 有人认为沃克和共和党议员以预算赤字为借口 实际上是借机打击工会 许多这些州的州长曾都选择减税 尤其是为企业和富人减税 这才是引起当前预算赤字的原因 但他们却把责备这些错误政策的矛头 转移到普通工人的身上 工会多为民主党捐款 大多数工会成员也都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这两个因素导致共和党和他的资助者们反对工会 工会向来是民主党的票仓 但是近年来 由于受到企业全球化和预算赤字的影响 会员一直持续减少 工会的政治影响力也大不如往日 从1980年代开始 工会变大大的缩水 今天只有6.9%的私营员工加入工会 可是有大约33%的政府员工属于工会 所有工会里唯一增长的部门就是工职人员 在大约40年前 每三个工人里就有一个是工会成员 今天数字远远下降 大约不到十分之一 随着工会的凋零 中产阶级以及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也迅速下降 这是大约100年来最弱势的中产阶级 示威抗议活动 持续了几个星期 最终在民主党州议员集体缺席抗议的情况下 占多数的共和党州议员 在3月9号投票通过了州长提出的议案 尽管今日美国盖洛普民调显示 有61%的美国民众反对限制公职人员 集体谈判权的法案 但是 维斯康星州通过的法案 已经产生了联谊效益 目前包括密歇根 田纳西 俄亥俄和马赛诸塞州 都在考虑拟定类似的法案 我们知道在几年内 这将会极大的虚弱工会运动 通过的法律会产生效应 但同时这也动员民众去挑战 去改变这个局势 如果挑战的势力能够重新确立劳工权 最后的结果反而是加强劳工运动的势力 这项法案是否会彻底瓦解工会的政治影响力 还是个未知数 在法案通过后 维斯康星州的选民便开始了一项联署签名活动 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有效签名 就将引发罢免州长和州议员的选举 美国万华统记者徐崇伟 华盛顿采访报道